FWM 没有想法来控 FWM 这把都能办 先扫车 漂亮 这几枪出的是非常干脆的力量 MCT 直接这个人就飞下来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 被其他方向的枪线 把我给连打逮捕了 好 小宇宙 终于等到你 这个圈是个极限的难切 MCT 都来多少人 你想一想 一开始是这样子 他其实可以不用着急放 如果这边吃到压力 那我就直接开始走 在没有吃到压力的时候 我其实还是可以摊一下的 是 但你想想 这种圈土路要来多少人 对 因为之前 本来就很香 来了 这边四个壮汉 可乐的位置 被打了一个背身 小弟这里还是干脆利落 有道具吗 叫个队友 打不协同 对方用燃热弹风路口 拖一下时间 剩下一个IC的队员 来得很慢啊 小五弟弟在对面 通过这个窗口 将花生给打掉了 哎呦 这IC的支援很仓促 G4BB一看这种情况 兄弟们不去了呀 是的 但主要是你现在不去 你的那个双仓 能守得住吗 DT DT也来了 哦 先打一个 我也知道还不错 是的有掩铁 看看自己的一个PQ的主动权 还是被敲了一枪头 冰箱这拉枪也是很快 直接一枪头 扛起12攻极限的斜角 那FIA那位置就变得有些鸡肋了 对 12攻这边也来成一国洲啊 嗯 鱼人直接是被Hosker给补掉了 哦 有 田弟弟就他一个人在这个战壕 剩下俩队友在骨仓 这个时候好像他也走不了 因为哎呀 这个位置都没有掩体啊 那可能是没有车 因为刚才DT有一个队员是被巨幅偷了 对 他可能就吓得就没有拿那个车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车可能开不了了 听到声音啊 Creezy112这边要打一个侧身了 兄弟你没了 这个阵型一拉起来 Forever再给对面敲两枪头 换分不太可能的呀 这波叫做FM要收分 GADV和Atomo这边形成了一个一换一 藍波那个位置已经吃到了蓝圈的伤害 只要尽快给他打掉 才有机会把队友给扶起来 血量太低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个就可能都 哎 来不及了 没办法 他是血量太低了 确实来不及 他硬救估计也来不及 硬救也来不及了 这应该是刚刚被 被捕了 对被捕了两枪 看能不能再打一枪 我都在想 如果按照这样的路线去走的话 即使没有掉下来人 他的车能到那吗 对 这个耐久住了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说实际执行的时候 你还考虑到执行性 DSS说怎么又是你 哎 但是 MTG有帮忙 现在天霸掉了两个 刚才DSS自己也放倒一个 这波肯定是怒从胸东起 恶向胆变身 刚才你追着我 哎呀 当我没说过 林树结一枪头给李白放倒 那让DSS只剩最后一个豆子锁定了 就在厕所 就在厕所 我会是 发现如果说 啊 两个人 两个人竟然怎么打 不好打呀 这个位置确实是不好打 哎 他还换到一个小群 林树 啊 啊 终于想起来有道具了是吧 你等一等吧 我的哥 林树啊 身败名裂 这一波真的是身败名裂 主要是你身上的 蹭踏一下 他就没了 下车就没 打一个 提前踩到这个房顶上 伯良的经验非常非常的足 其实被锁定了位置 这房区看来他们防过很多次 远处有枪线 只要高点一直没有掉 这波好死哥就摸不过去 一个小抛手的雷 距离稍微短了一点 龙斯哥侧面再给 知道厕所这有人 这过点没看到吗 应该是在他的视野当中是模糊的 欧比的视角一般要清楚一些 他高点看这个移动 是有机会看到一个影子 估计伯良没想到 没想到对方这么大点拉出来 脱胎被放的 那只是一个人了 这个已经很好处理了 是的 好 哦他知道人在这 呃 哎 现在没问题 现在这个已经是很明显了 很明显了 老橘直接过来 增枪 就在飞车后面 就在飞车后面 好的 龙斯哥是把好处给解决掉 另外一个飞车过来 路路 呃 这边有烟 雪山在洋 被后 路路一丝血翻杀 不路这两把 好顶 你记得上一把也是 是呀 是呀 好 呀 飞出去这么远 车速太快了 没办法 SMS这边三个人由于丢失了DSS的一个信息 限制自己的位置被锁住 这个投注有效果吗 炸了一半 再来一个 这个有机会了 这边直接躲右边的雷 然后身架没有掩体 再换回来 这豆子你别说 他这里打的还是挺细的 但燃烧弹扔过来了 三倍剑打左边 T9也是没有给机会 赶紧他有机会能服队友 韩国坡这个地方稍微能操作一下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 就是如果说这人都服起来的话 那个巨幅北面那个炮楼 现在还能待一会儿 木队应该是要直接去扎那个炮楼 小九姐们是放到95K 那目前FTY这个坡推起来了呀 是 他成为了一个坡 最后活下来的男人 这个点 这个满面队 这还不带圈 是呀是呀 天威这波选择我有点没看懂 他其实救星的话 你往南面海边开都可以啊 有很多选择 或者去你撞那个骨仓也行 对吧 一个骨仓没什么火力的 这就是没有信息的一个战斗 就会打得非常非常的难受 T9龙四哥 我已经拿到五个淘汰了 今天龙四哥有机会拼一下 雷自己的位置可能会暴露 先打一个 龙四哥 又是龙四哥 六杀 六个了六个了兄弟们 一线烟直接选择三个人打系统 往上来去顶 这是老鸡的栓区 没有能够奏效 老鸡自己被暴露 赶紧给雷掩护 小九第一时间往那里 一个雷炸倒又是龙四哥 漂亮 龙四哥再拿两个淘汰 已经扒杀了 龙四哥难道 这个鸡脚嘎拉的位置 雷炸波雷人都不太好 十二月 我穿了 穿了穿了 对猛四哥两个人完成了三杀 好 FTI做了一个场上最正确的选择 直接连打带 对方想进直昌枪直接住 OK没问题 场上的局势已经比较明朗了 FTI我觉得这个人还是要轻 因为你不轻的话 等会不好拉开 如芒自在背 这边小羊撞倒了 灰灰 哎呀 FTI这个时候瞬间打一波吧 这一波出大事了 兄弟远年的压力 小羊也倒了 小羊也倒了 飞行波现在想的就是活着 活着 身上的闪光弹应该不多了 终于是把飞行波给清理掉 这样一大到FTI 可以可以了 与此同时 巨幅靠圈边 而且FTI现在也没有载具 它的载具都在蓝圈里面 要硬要用的话 其实勉强 可能的风险很大 小羊右倒 二倒 二倒 火力很猛 火力很猛 用载具去拉开 那个时候就是人头猪的好机会 火梁被放倒 火梁这边也是 三倒了 二倒 目前看起来是二倒 他现在已经压制住了 这时候看对枪了 小九再次被放倒 小九那会场落单的救不了 这个位置有过点 不好 不好去不好去 只能慢 救不了 又倒了 火梁也倒下了 没头啊 现在FTI的防具情况非常的糟糕 刚刚有看到FTI是想要打爆那辆载具 来了 这个时候的雷就很致命了 特别致命 刚被扶起来 药还没打上 直接又被炸 现在又被炸残 是的 没法再服了 这个雷就用得非常的合理 继续打药 又是一个雷滚到龙子哥脚下 好的 恭喜巨幅 九杀之计 这把巨幅的这个切脚吃得很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